这个下面说 如是医治 如是医治病之术 世间医生给人治病 药比对治病而有 叫对症一下药 其患能病者比于热药治治 患热病者比于冷药治治 患不冷不热者比于温和治药治治 药力若效其病机遇 病机遇以身机难抗 对吧 好懂啊 用大夫治病来做个比喻 药要对症 这比喻是什么呢 比佛为众生说法 法要奇迹 也就是要对症 众生的根性不相同 你要是用这个说法不对症 不但治不了病反而害人 这个道理要懂啊 世间这个医药 不对症的是害人生命啊 说法不奇迹是害人灰灭啊 害人灰灭比害人生命最要重大的多啊 生没有关系啊 死了之后 如果第一生没做什么坏事 来生又到人到来了 很多我 我们看到很多催眠的 在中国 在外国 现在很盛行啊 一入催眠状况说 过去真正是人 再过去还是人 没有什么大善大悟 他生生世世在人道 在人道可以转很多事 照卧夜呢 那就到卧道去了 照善事好事呢 他就到天道去了 一生没有大善大悟的人 很多啊 这在催眠里面我们能看到啊 所以 人得人生还是比较容易 可是得人生 闻佛法的机会很难 现在世界人口六十五亿 多少人能闻佛法 你的一想啊 就太难了 也就非常珍惜我们的机缘 不容易 得人生不容易 闻佛法更不容易 尤其闻佛法能闻到净土 那就难上之难啊 因为闻净土 你这一生可能就超越轮回 就有这个可能 你不闻到净土 闻到其他的法闻 修很好 都变成天父 来生生天的都 正国不太可能 这是我们能想象到的 以我们自己为例子 我们能正国吗 小城出国需多 是最起码的 要断三界八十八瓶建户 你能断得了吗 建户里面 同一个就是神建 我们都以为这个神生活 有几个人知道 神不生活 真不生活 能做得到吗 做不到啊 齐心动念 还是为这个神想 所以修佛 怎么学 佛教小学一年级都进不去 佛教小学一年级 要破神界 金刚经上讲的 无果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寿者相 你做到了 才是佛教小学一年级 金刚经上经文说得很清楚 虚拓环 虚拓环如果以为 我正在虚拓环了 佛教不承认 他是虚拓环了 为什么 他思想没破 思想破了 佛承认他 真的是虚拓环 破思想 功夫前身不一样 虚拓环是粗破 身界没有了 边界没有了 边界是什么 对立 所以佛弟子 出入佛门 正出国的 大臣 实性位 粗性位的菩萨 边界没有了 边界就 永远没有对立 别人跟他对立 他不跟人对立 不跟人对立 不跟四对立 不跟一切法对立 他真正理解 一切法跟自己是一体 这容易做得到吗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真难 第三个是主观观念 放下了 就是我的想法 我的看法 没有了 为什么 通火没有了 所以也没有我的看法 也没有我的想法 我无果了吗 尘剑有两种 在佛经里说 剑取剑跟戒取剑 戒取剑是 阴上的尘剑 剑取剑是 果上的尘剑 两种尘剑都没有了 最后一类 邪剑 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 都没有了 换句话说 他已经是正知正解 他对于一切人事物的看法 决定跟金教相应 虽然没有学 他也相应 这是小臣出国 大臣出信为的菩萨 你想想 我们自己能做到吗 这只是把执着放了局部而已 没有完全放下 一般讲 大概放下三分之一 不容易 所以今天 不用念佛话 靠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的戒引 四十八愿的加持 凭我们个人修行 要想正过 太难太难了